柠檬树 大多树种柠檬树的人们都会发现 柠檬树种上一段时间后 会在树的嫩枝条上长出 一个个木质囊种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木质囊种会越来越大 长在囊种顶端的枝条 就会慢慢的萎缩干枯 这就是柑橘黄蜂 俗称Gall Wasp 它是一种来自澳大利亚本土昆虫 带给植物的危害 还有一种小型锡枝昆虫坟戒 英文名通称Millibugs 它们长群集于枝、叶、果上 吸取植物枝叶为生 严重时会造成植株死亡 柑橘蜂每年春天 会用一种特殊的产卵方法 把幼虫寄生在树皮下面 然后形成了具有特征性的 木质囊种 要经常搜寻在柠檬树上 是否存在木质囊种 一旦发现柠檬树上的枝条 有木质的囊种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一把锋利的刀 挖去木质囊种上面的树皮 直到能看见它们繁殖的幼虫 这些寄生在树皮下的虫卵 它们最怕的就是接触空气和阳光 一旦接触了空气和阳光 它们就会死去 看到再小的木质囊种也要切除它 预防它到了春天开始蔓延 每年春天 成年的柑橘蜂喜欢在新长的枝条上产卵 到了来年的春天 又虫成熟了 就从木质的囊种中钻了出来 在新的枝条上继续产卵 就这样周而复始 整棵柠檬树很快就蔓延开来 还有一种小工具 可以把它挂在树上 又补成年的柑橘蜂 由于柑橘蜂的飞行距离有限 所以受侵害的柠檬树 受风吹动或移动 都可以促进柑橘蜂的迅速传播 所以剪下来的树枝要及时扔进垃圾桶 千万不要去做堆肥 要定期检查叶子的反面 发现粉件 要用油性的有机的杀虫剂 进行喷洒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分享、点赞 Thank you for watching 下期将为您介绍芋头的种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